今天是最外经济商务人员业务会议的第二天,由经济部国贸局局长汪玉定主持。 今天上午听取了驻新加坡、墨尔博以及沙烏地阿拉伯和约旦等地区的商务报告。 下午听取美国、加拿大、南美和欧洲地区的商务报告。 每一个地区报告是15分钟,就各地区的政情、商情、民情提出报告,以便沿逆今后贸易的方程。